今年呢 京航大运河再次设限全线水流贯通 6月18号 端午龙舟文化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演活动在德州五城上演 让古老的大运河焕发了时代的新的风貌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活动中 四支龙舟队伍在大运河 四女四枢纽水域同台竞技 龙舟见而奋勇争先 气势如虹 周边市民和游客分支探来 为龙舟队加油助威 看着一条条龙舟在运河里奋集向前 我深感中华民族团结友爱 拼搏奋斗的精神和家乡因运河 而新的文化魅力很丝毫 此外 现场还有省级非议项目台花杠 京剧桌放草选段 运河央歌等多项非议文化展演和摄影采风活动 并同步举办四女四镇群众文体艺术节 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展现城市独特魅力风采 我们在大运河上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文体活动 既有激烈的龙舟比赛 又有群众参与感非常强的非部者文化遗产展演 目的是打造大运河德州品牌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也让大运河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大运河流经五城62公里 五城县致力于运河遗产保护 运河文化弘扬 成功申报获批省纪以上文保单位五处 公布省级非议项目三项 市级非议项目17项 县级非议项目54项 建设了台花杠 五城柳子系 运河传工耗子等非议传承平台 持续开展非议进校园 培养小小传承人活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实施四女四枢纽水文化科技馆建设工程 大运河文旅融合发展势头良好 龙口是东江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龙口是南山双语学校 龙口是爱心志愿者协会 共同组织开展了《巧手边踩绳老少纵传情》主题活动 通过孩子和家长们的亲身体验 相互配合 共同感受传统文化的节日氛围 在活动现场 孩子们折粽叶 添糯米 裹叶子 系绳子 在家长老师的细心指导下 孩子们一双双稚嫩的小手 忙碌地穿梭在一张张翠绿的粽叶之间 在包粽子之余 爱心志愿者协会 喜爱访队的志愿者 还向孩子们讲述了端午节的来历 介绍了不同地区端午节的习俗 增进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编织五彩绳是端午节的习俗之一 有祈福那吉的美好寓意 孩子和家长们齐上阵 通过默契的配合 一个个色彩鲜艳造型美观的五彩绳 便被编织而成 不仅提高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更增进了孩子与父母之间彼此的感情